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配文艺有所指 赵丽颖王一博不受恋情风波影响 近日来,因为假发事件,赵丽颖王一博恋情又被提及,豆瓣爆出有男星带女生假发去看演唱会,随后爆出该男星是王一博,女星是赵丽颖,一起去看了张杰演唱会,事件发酵没多久就被后援会辟谣。 仍有网友猜测不已,结果被网友扒出两人恋爱更多细节。 从项链再到铜喝壶辣汤再到生日卡点再到七夕微博等等。 但两位却丝毫不受绯闻影响,该干嘛干嘛,赵丽颖去布拉格旅行,还记录旅途风景,摄影师小赵上线。 镜头里的赵丽颖身穿一袭黑色大衣,展现出了赵丽颖随意休闲的气场,尤其是在光线下更显得美丽动人。 氛围感十足。 赵丽颖此次前往布拉格旅游的主要目的也是放松自己,缓解压力,并找到一些灵感启示。 赵丽颖在布拉格旅行过程中,除了欣赏这座城市美丽的建筑之外,还品尝了当地的美食,购买了一些特色纪念品。 更重要的是,他在旅途中结交了不少友人,分享了彼此的美好时光。 布拉格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有着独特的文化底蕴和浪漫的氛围,对于众多旅行者来说,都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旅游圣地。 赵丽颖在布拉格的旅程中,去了许多著名景点,如查理大桥,布拉格城堡和圣维特大教堂等。 他沐浴在福尔塔瓦河畔的阳光下,欣赏着这座城市的独特风情。 可见其未曾受到这次恋情风波影响。 而王一博则是更新一组爬山照,身穿一件灰色T和黑色短裤,并配文道,保持轻盈,爬山去,青春是用来奋斗的。 梅城想和赵丽颖的恋情风波还尚未回应,又牵扯出了肖战。 据悉,此次王一博分享的爬山照,爬的山是内蒙古的乌兰哈达火山,而好巧不巧的是肖战在10月5日分享一组爬山照,IP地址显示的是内蒙古,肖战王一博关系再一次引发网友们的猜想。 赵丽颖的布拉格之旅是一次愉悦而充实的旅程,希望赵丽颖未来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和精彩的活动。 王一博、赵丽颖蓝里恋爱风波,外出游玩不受影响,默契更新旅游动态。 王一博和赵丽颖的绯闻再度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这次的《非文起因》与网友爆料称王一博男扮女装陪看演唱会,并随后扒出了更多关于两人的细节。 虽然这些传闻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截至目前,两位明星以及他们的工作室都没有就此事进行任何回应。 在传出恋情绯闻的最佳公关时机内,王一博和赵丽颖都保持了沉默,继续发微博和更新他们的社交媒体。 两人还不约而同地分享了旅行的动态,看起来完全不受绯闻的影响。 他们都登上了热搜,但似乎懒得去理会这些传闻。 王一博发布了自己爬山的照片,他身穿灰色短袖和黑色短裤,手里拿着一件外套,看起来情绪很好。 他在微博上写下,保持轻盈,青春是用来奋斗的。 赵丽颖也发布了在国外街头拍摄的短视频,他手持相机对着镜头,笑容温柔,完全享受着休闲时光,看上去心情也很愉快。 尽管传出了恋情的绯闻,王一博和赵丽颖似乎都专注于他们的休闲生活。 虽然绯闻引发了网络上关于他们恋情的各种讨论,但这并没有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太大的影响。 然而,一些网友仍然在评论区提到了两人的恋情。 这次绯闻传出后,赵丽颖的粉丝似乎坐不住了,一些人在工作室的评论区催促他们尽快澄清。 他们担心这个绯闻会对赵丽颖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尽管他们知道这些传闻是虚假的,但他们并不希望与这个绯闻扯上关系,只想坚决否认。 赵丽颖的粉丝之所以如此焦虑,一方面是担心他的路人员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网友爆料和揭示的细节都在指向赵丽颖秘密的行为。 例如,赵丽颖送给张碧晨的礼物被怀疑是只有王一博才有的摩托车礼物,以及赵丽颖在七夕时的某些时间点与一博我爱谐音相关的细节。 此外,赵丽颖对年轻明星王一博的照顾也引起了不少关注。 他在不公开表扬的情况下去看了王一博的新电影《热烈》,因为害怕影响到王一博饰演的陈硕的情绪。 他还在盛典活动上帮忙介绍人脉,尽管赵丽颖在娱乐圈以不爱社交而闻名。 尽管非文发展到了如今这个程度,如果是假的,两人仍然应该考虑发布声明澄清,以避免人们认为他们在故意炒作。 如果非文是真实的,那么官方声明也可以帮助他们平静地应对媒体和粉丝的关切。 最终,无论非文是真是假,两人的工作室应该及时做出回应,以防止恋情传闻继续影响他们的口碑。 总之,无论是真实还是虚假,这次的恋情非文已经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对于王一博和赵丽颖来说,最重要的是继续专注于他们的事业,无论非文如何,最终他们的忠实粉丝和观众都会继续支持他们。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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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